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的直播很多人说看不到留言 应该是大家按电话 按到YouTube的时候 其实没有正式进入到YouTube 仍然留在搜集里面 只要要在搜集里面 进入YouTubeapps 一定要在YouTubeapps里面才能冷得到 我现在示范一下如何开YouTubeapps 大家应该是按错了些地方 可能因为这次不透过Patreon的联系里 是不能进入的 如果平时公开的视频和直播,你可以直接从YouTube的Apps里按进去 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 好了,譬如我按这条连续,我按上面有得,下面有得 比如按这条连续,下面那条 红色字那条,按了进去之后 其实你会见到我未登入的,因为我这个就不是YouTubeApps 你会见到没有了那个留言位置 那什么是搜索呢?就是你会见到 上面是一个YouTube.com,即是我根本没有进去YouTube里面 我纯粹是浏览器看 然后我看看我有什么Apps,看到吗? 这个不是YouTube,这个是Patreon 即是Patreon里面的预览给你的搜索 我怎样去YouTube里看,很简单 如果是iPhone的话 iPhone跟Android机一样 Android机下面有个选项就会叫你 按进去YouTube里看 那你真的不懂得按了,不要紧 好像右下角那样 按一按右下角那个箭嘴 然后它上面 就会告诉你,你可以在YouTube那里开的 按一按上面的开启 然后就会回到真正YouTube那里 那还有一个方法的,譬如说 你看到是Safari 它会跳到Safari之后再跳到YouTube那里 那譬如说我不是按下面的那条红色 红色连接,我按上面 上面正在看,我什么都没有 上面正在看,你会 就会见到 这个位 Timeline那里有个YouTube位 有个YouTube的 Logo的,你可以按它,按一按YouTube的Logo 你就可以 直接去到YouTube那里 就是这样 可能大家 是没有进过 那个 正式的YouTubeApp 因为你们平时很少说 会由Patreon进去YouTube,一定是 YouTube自己收到通知 然后按进去,所以 就一定是见得到 一定是在YouTube里面开的影片来看 但是现在 在Patreon里面开的影片来看 它会停留在Patreon的 浏览器里面,而不是YouTube的Apps里面 要你去YouTubeApps才能见得到 就是这样 那 那